北京时间11月25日 中国南篮正在日本东京锦罗密谷备战比赛 将在本月27日与28日被靠背队战东道主日本南篮 作为两年后重新入选国家队的赵瑞 在第一阶段中 他的表现创造生涯多项数据新高 凭借硬核实力被入选中国集训大名单 作为后起之秀的佼佼者 赵瑞本赛季出战11场比赛 场均出战27.4分钟 得到13.6分5.3篮板7.5助攻 利用防守端的积极性 拼下1.6次抢断 其得分 篮板 助攻与盖茂均创造生涯新高 敢打敢拼是他的硬浪作风 拥有同级别出色身体素质 是他在场上博弈的关键 作为一名打法颇具机型的后卫 赵瑞在CBA第一个赛季的表现 比同期的杜丰 朱芳宇和王世鹏还要出色 他是一个有篮球智商 视野非常好的后卫 不惧怕突破中的身体对抗 且能够利用身体素质 敢于与对手硬碰硬 赵瑞的打法与性格是CBA当下罕见的球星 这也是他能够立足在CBA之本 他是一名无处不在的斗牛士 凭借第一阶段优秀的成绩 两年后重返国家队没有任何争议 作为广东南篮 当下最强的火力点在于后卫线 后场球员中赵瑞与胡明轩搭档首发后场 徐杰作为替补组织得分点 三名球员均是国家队现役国手 一剑连当下已经不入生涯末期 且从第一阶段表现看 杜丰对于阿联的使用很谨慎 作为场上的精神领袖 阿联的存在是广东南篮的精神支柱 但球队当下已经度过新老交替困难时期 自诸八王七十代后 阿联后时代也可以放下培养小将 这就是杜丰存在的最大价值 杜丰执教广东数载 从清训方面入手 兢兢业业培养年轻球员 胡明轩 徐杰 赵瑞 曾凡日 杜润旺等数不清的球员 均被杜丰所挖掘 在第一阶段中 张浩家与张明池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 仿佛杜丰的用人总是能够在点上 当下广东已经着手将目前放长远 不再只看眼前的利益 这就是长远眼光 显然赵瑞作为后起时代的先行者 已经成为杜丰的左膀右臂 同时也是广东重建王朝的不二人选